我们看称的时候 他给我们称的是530 结果你看 425 想问问咱们这个称准不准 你足足是8两称 但是您这个称不到 您这是425 这段视频呢 在这两天是引发了 很多郑州市民的讨论啊 那么视频中的这家店呢 就是我旁边的这个老攀专业烧烤 口北好 每家人都多 这家口北不准 在线上平台搜索这家烧烤店 看到的也是好评居多 但这样一家开了几十年的口北老店 却因为使用8两称翻车 连参与探店的博主都觉得很意外 特别的伤心 为啥我会伤心呢 因为这个店啊 是我经常去光顾的一个店 但是没想到他现前现传 现成了这个称 不准 是个8两称 记者尝试拨打老攀烤烤 在各个线上平台公布的联系方式 均未接通 此外 记者从二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目前视频中的电子称 已经被执法人员封存并送检 我感觉不知道 他如果是把那种 不会是赞到前来 孟大叔就住在附近的小区 人声鼎沸 好评如潮 是他对老攀烤烤最深刻的印象 起初看到网上的视频 他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附近很多居民都和孟大叔一样 不敢相信缺金短两这个词会和他们经常光顾的餐馆联系在一起 但视频中电源躲闪的眼神和慌张的表情 还是让他们失望不已 无信无德 只要将信用也要将道德 欠我无所谓 我一个行者 不用宣扫 宣扫让道德都不行 肯定是不对的 他这是等于说其他客户 你已经肯定能把点 你不是你砸自己的声音了吗 是吧 我也是一个声音人 那个秤是量刑 如果秤不尊了 那量刑都没了 少秤的二两肉并不能节省很多成本 却足以摧毁三十年来积累下的口碑 老盘烧烤紧闭的大门和隐藏的评论 也是给所有商家敲响的警钟 做生意将道德将任聘 该转件的答案要转 不该转的没转 我也劝所有做生意的人 把成交好发的量性放到这儿 做一个正上八经的省医人 都市记者八道